这项比赛共有中日韩和关岛等12支代表队参加 全国体协理事长郑维源致辞欢迎各国球队 教育部次长施金驰主持开球仪式 随后正式展开了一连三天的比赛 这项竞赛分为双人组、三人组、五人组以及盟主赛 男女选手都要进行六局的比赛 今天在开幕之后首先进行的是男女三人组的比赛 在男子方面以韩国队的实力最好 女子组则以我国的选手和日本的选手比较突出 全部的赛程要到21号下午结束